好,我這段影片是講述我們做第一章論及比的測驗的一個講解的短片 大家有做到都可以看這段短片去理解你自己錯的地方 或者撞得對都未必會做的題目 我們一起看看 這裡有第一條 第一條的問題就是 首先我們會看到的% 全班有19個人回答的 這個%就是 57.9% 半人 你看到這裏說有隻船是30公里per hour 每一個小時就走30公里 現在有一個距離 X和Y的距離 就是500米 就是500米 問你它究竟要走多久呢 其實這個方法就是 首先要用除法 用500米 就除回30 你會發現 除回30 這個是公里和小時 這樣不行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 要是把米變成公里 要是把下面的公里變成米 公里轉成米應該比較容易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裏乘1000 那就變成米 OK 所以就會得到 按計數機 就是500 除以30 括弧 括弧30 乘以1000 記住在除它 就是 這個0. 你可以看到這個計數機是0.166666 按鈕 ABC的分數 就會是1超過60 1超過60 即是1超過60個小時 即是多少 1超過60個小時 乘以60分鐘 就得出1分鐘 所以答案就是選項2 OK 我們看第二條 第二條 就是 美金可以兌換成 46個歐元 問你以下的兌換率 我們首先 最容易看回 美金在分母上 就是 美金除 所以我們先查一下 這兩個答案 即是46除以50 就知道它是多少美元 看看美元 46除以50 就發覺是0.92 所以答案就是3 因為美金在後面 所以就除它 當然這裡也寫漏了這個歐元 OK 可以嗎 很簡單 你檢查另外兩個都知道不對 接著就到第三條 上面這條有52.6% 下面第三條只有47.4% 這條題目的比例 其實我們要注意一件事 首先 有消數是不行的 先配戴它 所以每一個位置都乘10 這裡不是點點 這裡是點點 先點點 0.6乘以10 3個都一起做 比例是3個都一起做 所以這個是5 這個是30 這個是6 所以一這樣成10 就已經立即處理完了 就算到答案是選項4 OK 好 接著就不能再約 你不要兩個約 千萬不要走 這兩個 我約了它才不行 約就是3個都一起約 配戴也是3個一起配戴 可以嗎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好 第四條 52.6% 它有P 比Q 目標是P 比P R 我們會這樣寫的 然後呢 就是5比2 根據這裡寫5比2 然後P比R P就是15 比後面R 隔開了它 不要緊的 現在我們是這兩個一樣 這兩個呢 就要變成相同 所以15不用變 5乘3就行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5乘2 3 那後面這個2也要乘2 3 那下面那個就不變 OK 如果兩個都變的 就兩個都乘 知道嗎 如果這個15 也要變的時候 這個就要乘 成完之後 你會發現答案就是15 比6 15比16 所以一寫下去就是15比6 比16 那我答案就是2 OK 就是這樣做的 記住配分 但是對應配分 好像通訓母這樣就可以了 好 接著就到第5條 第5條 問屬0 多少 那怎麼做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假設未知數的方式 我假設了 因為我找屬0 就假設屬0 x x 那未分比屬0 連長 即是未分 就大於屬0 所以x加8 就是 未分的歲數 那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比例 變成一個 代數式的比例 那未分呢 就會是x加8 那屬0呢 就會是x 所以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分數 比例其實是一個分數 這樣寫 這樣寫 對方 這樣寫 交叉相乘 這個乘上來 這個乘上去 9x 就等於 7x加8 9x 就等於 7x 加56 然後將7x調過來 9x-7x 得出 2x 2x 就等於 56x 就等於 就等於 28x 大運就是 選項2 OK 這個可以重溫多一點 因為這個 都算是一個 比較常考的題目 這樣 42.1% 不算多 好 接著就到第六條 第六條 就是52.6% 比例尺 那你記住 比例尺 就是前面這個 就是地圖 地圖 簡單一點 這個 就是實際的 OK 所以我們 他現在要 比了 地圖 就是1 然後實際 就是過18千萬 10萬 8萬 350萬 所以 城鎮AB之間 實際距離84km 即1 over 3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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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等於 上面是地圖 那我現在 就是要找地圖的距離 那我 假設這個是x 上面就是x 下面就是x 下面就是84公里 所以 一這樣交叉雙城 好像剛才那條 交叉雙城 一會兒就計到84就等於3500X 那以後就交換位置 3500XX等於84 然後除過去 即84除以3500X 嘩很小的 看到一個這樣的數字 應該大家會看到 2.4 然後乘以10 然後-05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一個 即是你們中三會學習的 但不要緊 因為這個是公里來的 因為這個是公里嘛 一直都是84公里 是不是 那我們的答案 你看到 4公里 4個選項是沒有一個公里的 全部都是CM 那你只要把它配大 是不是 配大 那要把它乘回1000 那就是把這個數乘回1000 就變成米 那又再乘多100 就變成CM 這樣就查了這個 那就是把它乘回1000 再乘回100 答案就是2.4 CM 所以答案就是選項1 OK 看不明白那些可以停下 再回頭再看 那這個呢 第七條 這個也很簡單 其實它就是說 有兩個菱形 那這個是13 那這兩個是相似的 你可以打粒星相似 才有個比例的關係 那這個是13 這個是6.5 那問這個大的菱形的周界 就是要有這四條邊 那由於菱形本身這四條邊就相等了 就是我只要找到其中一條 乘4就可以了 那由於你知道這個6.5 這個13 那它差多少 差兩倍 6.5乘2就是13 差兩倍 那所以這個就是8 那正式的寫法就是x 就 13分之x 然後這個就是4 6.5 那13乘過去呢 就會做到呢 答案就是8了 那現在我們要計算是0型的周界 所以將8乘以4 答案就是32cm 所以答案就是選項3 好 那我們去康城去第八條 那這條就很低的答對率 只有26.3% 那也是啦 這個是地圖 這個呢就是實際的 這個呢就是實際的 所以地圖的正方形的 在地圖上面 地圖上面 正方形的邊長是5 那我們要找實際上的面積 實際面積 那就是x就配回5 那就是x是實際的 那實際應該是對150 下面地就是1 那所以x就是150乘以5 就是這個乘過來 那答案就是750 記住這個是cm 因為本身這個是cm 這個是cm 所以就是cm 那我們要計算面積 就是將這個 那你看看 四個答案都是米的二次方 所以先轉成米 那所以就是除以100 就是7.5米 那所以這個面積呢 就會是7.5的二次方 即是56.25的m二次啦 答案就是第三啦 OK好 第九啦 那這題再低一點 是這麼多條裡面最低的百分比的 那這個怎麼做呢 那我首先有條題目啦 那我先抄了先啦 那這個題目呢 其實這個目標呢 是叫我們計算它的比例嘛 A比B嘛 那A比B呢 其實是A over B的 即是B分之A啦 那我們知道做到B分之A等於什麼 那就可以做到的了 那首先這些步驟呢 一定是交叉相成的 一定是交叉相成的 看到分數量 哪邊都有分數 一個分數啊 那5括弧5A 加4B 就等於13 然後呢 就是A加3B 那就拆弧25A 小心點啦 兩個都要成啦 就會得出 這個的20B 然後呢 這個就是15A 這個就是15A 這個就是45B 這個就是45B 那就可以調整 那就可以調整 25A 就等於10A 就等於15A 就等於45B 就等於20B 那就得出10A 和25B 好了 那現在來重點了 我要目標去找A over B 那這裡很多時候 聽著是很多很多時候都會出錯的 都會做錯的 原因是因為很多同學 那A貼著10A 那這裡就是10 那B貼著25 那這裡就是25 那立刻錯 立刻錯 立刻錯 你就會讓它陰了你 答了答案 就是選項2的 答案並不是選項2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我們一直以來學什麼 交叉相乘 看到嗎 如果交叉相乘的時候 咦 那A會成了25 那B會成了10 那就不對了 是吧 照理應該不會是這樣 應該是10貼著A 所以這裡就要調個位置 這裡不是10 這裡是25 這裡才是10 那10乘上來就是10A B乘上來就是25B 所以答案呢 是5比2 是5比2 答案就是選項4 那這個是經常性出現 就是答錯答案的情況 好 最後第10條 第10條 它叫做AB的長度 它分別成了4個比例 這4個比例很有趣的 3個比例 我們目標先要找了AB 給BC 給CD 給AD才行 要找了這個比例 我們才會計到的 它給的資料其實是很配合的 AB給BC 就是5比4 然後BC 給CD 就是4比3 然後CD 給AD 小心它音音 它這個調轉了 看到嗎 調轉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3比8 咦 剛剛好 全部數字都一樣 對方厲害了 所以直接就算到 不用配帶了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知道 原來AB佔5分 BC佔4分 CD佔3分 BD佔8分 AD佔8分 所以它們總的周界就是40 即是說它們總共是40 就除以3加4加 應該是調轉 應該是5加4 加3加8 那就看一份是多少 現在我們算是AB AB佔多少分 AB佔5分 所以就乘5 一份就知道除了這幾個商家 答案就是40 除以20乘以5 答案就是10的Cm 所以答案就算韓一了 好 這條影片就講完十條 Google Form的一些練習 亦都幫你1&1 就是上學期考試的第一課書 希望幫到大家 短片就到這裏 拜拜